这大盘 已经跟你的舌头融为一体的感觉 来潮汕怎么能不吃潮汕牛肉火锅呢 收藏了潮州的这一家海济牛肉 哇 我喜欢 就是那种很朴素的样子 老板在煮牛肉玩 这家店是一个潮汕的弟子推荐给我的 他有多认真负责 你看看 你看看 全给我安排好了 他给了我联系方式 我让老板给我留了一块 牛肉 小花牛肉 给我留的那块 就是按金称的 肥牛 这块是什么部位 嫩肉 哇 新鲜的牛肉玩 这个雪花牛 本里是好 还有一个嫩肉跟一个肥牛 新鲜油 谢谢 还会先洗一下碗 钓笼 这也是非常好的牛肉部位 这一份是钓笼 好看 巨豪豪的牛肉白盘 这大盘 这大盘 我觉得老板把这三个添在一起 就是为了少刷两个盘子 老板不给你配肉 你要想吃什么 然后你再跟他担药 他说好吃的 连大多都没有菜单 这个配的沙茶酱 来早了就是好老板亲自服务 哇 没事 过来吧 来 谢谢 哇 哇塞 好嫩 巨细滑的牛肉 跟北京吃的不一样 由阿猪为您服务 先算钓笼 熟了吧 熟了 这手也还行吗 哇塞 直接蘸着这个沙茶酱吃就可以了 这肉真是好 嗯 已经跟你的舌头融为一体的感觉 真鲜 果然要来潮汕吃牛肉 嗯 太鲜美了 真的 然后来捞两个牛肉丸 老板看我们吃的好着急 他说一定要抓紧吃 嗯 这样吃起来比较生事 哎 嗯 嗯 脆弹是脆弹的那种 不让人开过那个气孔哎 一下往处爆汁 汤好鲜 它的汤你就玩这个萝卜 嗯 嗯 真的弹 嗯 接下来 来馅 今天做过的牛肉 雪花牛 虽然我也不知道多多少钱 雪花牛 这个文理是好啊 哇 哇 这沙沙酱真的好香 嗯 就跟雕龙一样嫩 但是 比雕龙 又多了一点油脂 好像嚼入一点点 就是筋在 可能是有一点中间的肉筋 它这沙沙酱好好吃 嗯 多嚼两下能嚼出那个脆感 嗯 真的好吃 特意留的 胸口油 这切的真好 这个好像得多涮一会儿 这你别看它肥啊 它一点都不腻 这样就可以吃了 像那种肥肉筋 就每天养过几多 一万次的那种肥肉 很脆 一点都不腻 你吃不出来它是油脂 还能嚼上那个筋 这种口油 肥牛 这个也是连肥带瘦的 精神的牛好瘦 哇 我给它 秒熟 舀了一份牛肉饺子 这瘦肉也好嫩 我一个不爱吃瘦肉的人 这个瘦肉巨细嫩 真的好瘦 又瘦肉又嫩 一点肥又都不给你 纯手工茄子 可能存在镰刀线下 不过我还是喜欢这个带点肥的 嗯 还是带点肥的香 牛的油脂 煮一个果条 跟老板要了个大碗 跟老板要了个大碗 这个算不算自制沙茶果 嗯 好滑的果条 要像那种蒸根米粉切成的条 嗯 留几块肉一块拌 配上这个沙茶酱 沙茶酱放的味多 太好吃了 随便的有点咸 巨滑 嗯 下来咬个饺子 嗯 也是牛肉馅的饺子 牛肉芹菜的 牛肉味好浓啊 果然是做朝鱼肉的店 煲的饺子 其实它长得像 像超手 嗯 果然说吃朝鱼肉 一定要来朝鱼肉 啊 你要办多少钱 还没玩呢 这不是第一站就来你那了吗 220 好的 还可以 还可以